你剛剛提到你家人都有給你意見 你覺得家人的意見怎麼樣? 我家人是非常中立的 好就好,不好就不好 我覺得他們跟一般的網民的意見都是 不過他們主要都說原來你古裝都carry到,都挺好看 另外就是說你的聲線可以高低和低音,可以多些分別 會不會找些方法令自己的聲線發覺? 會啊,會啊 我可能會去上課,找一些course去練一下我的氣 因為我主要可能覺得自己不夠氣 然後就其實留意到自己的問題,或者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就可能隨之再拍,再拍的時候會潛意識已經很重視這個問題 監製有沒有聲音? 即在這方面 監製拍的時候,拍的時候又沒什麼 因為他說我其實都挺入影入隔 他說其實你的角色就是這樣的 是啊 然後他說你之後是不是都會一直這樣? 因為我記得我拍第一場的時候,他就說你很不溫不火 但是我就... 他說你是不是想繼續回之後也是這樣? 這個是不是你眼中的姜之賢? 我覺得我是真的這樣 因為我個人是... 很... 很平淡 好像很預先無真 但是之後又開始有些... 就是說我說之後的劇情可能會有變化 所以我說... 對 那他就說你就跟著這樣繼續演吧 就是你不要有太大的變化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其中一個點 因為如果我看回自己在... 就是之前拍過《星空》 就是出了街的 都是有不同 網民其實都沒看到你那個劇本上的變化 是啊 是啊 還有的 對